大家好,我是日本家的妹讲 这一期视频我们来到了大阪市的柱芝江区 来看一个1984年建成的公寓 因为我们拍的视频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房子 那这一期视频我们来接一下地契 这个房子目前的售价是1580万日元 它还不到100万人民币哦 透过视频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 我们身后这些楼都是相差无几的 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建于80年代的社区式公寓 那虽然房子距今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不过我们社区的维护真的是非常OK的哦 公寓楼呢它高达了20多栋 那加上我们这些绿化的区域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占地面积是有多么的宽敞呢 那整个小区呢是不允许车辆进入的 这对于小朋友啊 放学后的游玩是非常安全的 像是这种上了年纪的公寓啊 楼下是没有门禁锁的 虽然我们有门禁锁 那不过我们上方呢是有摄像头以及管理人士的哦 而且我们的物业管理啊打理的也是井井有条 我们自行车的摆放呢是非常整齐的 小树啊修剪的也是非常的漂亮的哦 那我们这一户呢是一个独门独洞的 我们私密性以及隐私性啊是还不错的哦 房子呢虽然是上了年纪的 不过我们室内的装修啊是一个重新的种修 包括我们这边的鞋柜啊是完全全新的 有上之下的鞋柜哦 那日本室内装修的特点呢 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做成收纳 包括我们这面墙也是做成一个小的收纳哦 整个房子呢是一个三居室 朝向呢是一个南北双向的 所以啊我们是南北通透的哦 客厅的面积呢是食物体 朝向呢是朝正来向的 阳光啊是非常的充足的 冬天呢一定是非常的暖和的 那身后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那整个厨房呢是一个L型的 操作空间啊还是蛮宽敞的 房间呢是做了一个全新的翻秀 包括我们的厨房的设备啊 与现在的新公寓都是完全一样的设备 南向阳台的楼间距呢是非常的宽的 所以我们的采光啊是非常的薄 而且我们向远处望去呢还能眺望到大海哦 第一间卧室呢与客厅是平行的 它的面积呢是5.8体 那它也是朝正南向的 而且在西向啊有一扇落地窗 你们看这西向的落地窗后面是什么呢 洗漱区域呢设置于走廊的侧面 这样非常方便两边使用 卫生间里的马桶呢也是全新的温水作品 而且我们的上方啊还有贴心置物件 后两间卧室呢是朝北向的 南向呢可以眺望大海 那我们北向呢则可以欣赏园内的小绿植哦 最后一间卧室呢是我们的主卧 面积呢是6体 而且它也是朝这个北向的 可以看一下园区的景观的 既然是称为主卧呢不止面积啊是最大的 你们来看我售后这道门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这个三项的一帽间 它的容量啊还是蛮OK的 房子室内使用面积70平方米 落台面积60平方米 住在公寓里拥有这样大的一个落台 而且价格又很便宜 这样的房子你是否挨了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